二十字字寶吉,说此即白佛言世尊, 十五百字字,皆发堕落三妙三佛地心, 愿闻得佛国土清净,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心。 我念的这一段文,前面一段竖同类刊文, 就是这五百张的字,皆以发堕落三妙三佛地心。 他有这样的程度了,所以刊文佛国的因果法门。 昨天就是讲到这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出来一个问题。 为什么发堕落三妙三佛地心,才能有堪能性学习佛国因果的法门。 我昨天曾经说过,要是我们学习佛法,这个程度是在外繁围的时候。 就是还不能够修习直观,不能静坐修摄摩陀和毕不舍诺。 但是程度停留在这里的确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要不能修摄摄摩陀和毕不舍诺。 这狂心是不能歇下来的。 那么下边说的,知心是不舍净土。 身心大增心是不舍净土。 你都有困难。 你想要这样学习,的确有困难。 要是你进步到内繁围的时候,就是在外繁的时候, 因为对于佛法有欢喜心, 实时地学习佛法,准备之良。 你这个时候时常地修小止观, 来调伏这一念心,使令它的心情清净。 修摄摩陀,使令这一念心一心不乱。 你常能这样学习的话, 下面说的佛国的因果。 主要是佛国的因。 你的确可以学习了。 你能够学习的。 所以智大师,天台智大师分这一课, 叫做树同类看闻。 说出来,这些同类实在就是同学。 这些五百张的子都是宝吉张的子的同学。 他们有资格,有这样的程度可以学习这样的法门聊。 愿闻得佛国土清净。 这一下是第二课。 正请说,正式的。 请问国。 宣说佛国因果的法门 愿问得佛国土清净 这是请问国 就是很诚意的愿意听闻 佛为我们宣说 成得到了清净的国土 就是成佛的时候 新菩萨道圆满成佛的时候 所居住的国土是清净的 是怎么样清净情形的 希望佛慈悲开示 那么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愿是尊说诸菩萨净土之心 前一句说文 第二句是说说 当然要不说就不能文 所以有文是必有说 有说也就有文了 第二句说 也是 为愿是尊为我们宣说诸菩萨 修小净土的这一切的菩萨恨 因此菩萨恨成佛的时候 然后国土清净 头一句是说的果 第二句你说的因 由因而得果 从这个修行的次第 应该是先因而后果 但是佛在宝记章 那是请问的时候 先请果 而后才请因 请问因 但这个众生的心情是 慕果行因 仰慕菩萨恨成功的时候 所得的佛国土那么清净 生大欢喜 然后行菩萨道 而得佛国 所以是慕果行因 我们一般的事情 当然也是有因再有果 但是说成佛的时候 所居住的那个世界 是很广大的 就像我们现在 凡夫居住的世界 也不是个小的地方 它能够全部都是清净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殊胜的因 殊胜的菩萨恨 能成就吧 所以一定还要 说诸菩萨净土之行的 这是宝吉 这样请问 下边是第二课 就是佛陀就回答了 佛言善哉宝吉 乃能为诸菩萨 问欲如来净土之行 所以以下你 佛先赞叹这件事 先赞叹你真是好 你能够为诸菩萨请问佛国的因果 这件事非常好 能够发动提出这样的请问 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是要有程度的原因 那么佛陀先是加以赞叹 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 荡为如说 这是第二课 第二课 借听 你请问我 我是会回答这个问题 会宣扬这个净土法门 但是你要注意地听 地听地听 要是得了禅定的人 他心不散乱 的确是地听地听 是没得禅定的人 就要特别地注意 才能听 不言的话心就散乱了 心一散乱就没听到 那么佛在这里说 是没得禅定的人 就不要说已经得了 有禅定的人 佛还是要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 这个思是思维 听闻了这样的法门 你内心里面要加以思维 这样子 你才能受持这个法门 因为你不思维 不思维就忘记了 所以应该思维 所以地听属于文慧 文所成慧 善事就是思所成慧 这个念之 应该通于思所成慧 也通于修所成慧 好 这个你思维的时候 也是心里面把所思维的法和义 显现在心里面 明明了了的 显现在心里面加以思维 这个如果你修止观的时候 就属于修慧 也是需要 说文思的法意 显现在心里面 不愿的话 你又没办法修了 所以这个念 应该包裹着 文思修三会 应该都应该有念 当为如说 这是你要地听地听 善事念之 那我应该为你宣说这个净土法门 于思宝吉及五百章者之 受教而听 这是第三段 就是这个宝吉章者之 和五百章者之 都是接受了佛的教导 教诲 注意地听佛说法 佛言宝吉 第一 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图 在底下的佛正式回答 正式回答分五段 第一段是佛正式回答 第二段 身子生医 舍利夫尊者 听佛说 佛果因果 心里面有疑惑 有疑问 第三段 佛为他解释疑惑 第四段 是梵天王 他自己 说出来他自己的境界 显示佛所说的话 是真实不虚的 第五段 佛献静国 始终得意 那么一共分这么五大段 这第一段是佛正式回答 正式回答里边分两段 第一段是达果 第二段是达因 佛言宝吉 这个达果里边你先是总达 然后再别答 就是这一句话 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 这一句话是总说的 这个 在我们的心情 说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菩萨成佛的时候 佛的世界是清净的 那个清净的是什么样子 在我们的心情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想 他那个世界有没有高山 有没有大海 是什么的 但是佛没有这么回答 佛说 众生就是佛徒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 世界是之末 云是根本 说云是根本 也就是心是根本 这个世界是心所创造的 心所变现的 它不是根本 从根本上来说 众生就是佛徒 如果都是有道德的人 这个地方就是净土 如果是这个地方的人 都是放逸的 那就是灰土了 所以土的好坏 土的清净 土的不清净 不是土本身的事情 是因的问题 所以佛回答的时候 众生就是佛徒 你要想要成佛的时候 你的净土是清净的 你就得要广度众生 使用众生都是有道行的人 那就是净土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是总说的 众生之类 但是这个类 这个地方有点事情 这个类 当然我们凡夫的世界 众生也是一类一类的 也都不是一样的 也有品德好一点 也有人品德是不及格的 也有人相信宗教 有人不相信 有人相信佛教 有人不相信 相信佛教的佛教徒 也是千差万别的 现在这里说的众生之类 类是菩萨佛徒 怎么样来分别这个类呢 天才智德大师 在《维本经书》上说了很多 现在我想简单地说一下 不要说太多 这个类 就是分成两类 一个是凡 一个是圣 就是我们虽然修效圣道 但是还没得圣道 还是在凡夫的时候 虽然是在凡夫的时候 可是在佛法里边不懈怠 栽培了很多的善根 那么菩萨成佛的时候 那么他也就来到这个世界来亲近佛来 那么这个人 虽然不是圣人 但是也是有道德的 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已经得入圣道了 得入圣道也有差别 比如说按小正佛法来说 比如说是他得出国了 得出国 得二国 得三国 得四国 出国 二国 三国 他们是圣人 但是他们三界以内的烦恼 并没有完全清静 他们如果是寿命到了 死亡的时候 他还是不能够超越这个三界的 还要在三界内里 得一个生命体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一类 要是已经得到阿罗汉道了 那他三界内的 欲界的烦恼 舍界的烦恼 无舍界的烦恼 就是完全都消除了 他要是死掉的时候 他就不会在三界内受生了 他就生到佛世界去了 那么这又是一类 这又是一类 就是消除了三界的烦恼的 已经得圣道的众生了 有大概的所有三种不同 一种是阿罗汉 一种是毕之佛 一种是大菩萨 这三种人都已经清除了三界的烦恼 那么他们就生到佛的世界去了 那么那个世界当然不是凡夫的境界 那么菩萨成佛的时候 他所庄严的净土 也包括这三类圣人的净土在内 是在内的 这个维诗上说的叫做受用土 就是阿罗汉 一得圣道 已经清净了三界烦恼的 阿罗汉 毕之佛菩萨 都是在受用土 受用土在这里 但是天台志尔大师 他根据法画经理 他又多出来一个方便有余土 方便有余土 一个死报庄严土 这两个 那么和威斯中说的受用土 那么应该是可以会通的 就是这两个佛世界 可以同名为受用土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 但是这个凡夫的世界 如果没有清除三界的烦恼 一点烦恼也没断 那当然是他所居住的世界 就是凡圣通居土 但是因为有道德的关系 应该是凡圣通居净土 那么 至于说是一定得出国 得二国 这三国的圣言 他也是在这个世界 凡圣通居净土这里 他还不能超越 那么这里面说是众生之类 应该就是包括这么多的众生 这么多的众生 简单的来说 你都是有道德的人 那么这样有道德的人 居住的地方 就叫做净土 所以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 佛土就是净土 所以这何 菩萨谁所化众生而去佛土 谁所调伏众生而去佛土 谁所众生迎一何果入佛智慧而去佛土 谁所众生迎一何果起菩萨根而去佛土 那么前面是总说的 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 那么这底下第二段别词 所以这何 他的所以言是什么呢 为什么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呢 那个道理是什么呢 这下面就解释 菩萨谁所化众生而去佛土 这下面一共是四句 第一句 菩萨他的净土 就是随顺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 行菩萨道 他就是去教化众生 这个随顺菩萨所教化的众生来取得他的佛土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分两句话来解释 就是谁所化到的众生的数目的多少 来取佛土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成佛 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百亿个 一百亿个十大步骤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这个佛土就是这么大 这个我们读法华经的时候 佛罗诺尼多拉尼子他成佛的世界 横河杀出三千大千世界 唯一佛土 那么这就是不同了 我们读这个阿弥陀经 大本的阿弥陀经 去读这个天前不是往生论 去看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 也是广大无边的 也是很多的 那么这就是谁所化的众生的多少而取佛土 就像人造房子 你要着亮 你需要多少人来安住 你就造那么大的房子 不然你知道这太大了 没有用吧 就是这么 浅白的说 可以就是这样意思 这是一个解释 第二解释 就是随顺所教化的众生 栽培的善根的成都而取佛土 这个善根有多少 那么就是你的福德有多少 栽培的善根是因 将来你得到的果 也是受因的影响的 这样子而取佛土 那么这个善根 跟多少所取的佛土 也就是有净慧的不同了 这是第二个解释 我将才说有两个解释 现在再加一个就是三个解释 第一个水水化岛的众生的数目 第二个重视 第二个解释 水水化岛的栽培善根的多少 第三个解释 就是栽培善根多少 同时也是消除了 这个不善根多少 这里也有关系 但是这个话里边有一个意思 就是没得圣道 没得圣道 因为下边这一句 谁说调伏众生而取佛土 这一句话和前一句话来对比的话 应该他是得圣道了 就是 谁顺菩萨所教化 他能修效圣道 调伏了内心的谭诚词 这个调伏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就是使令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爱烦恼也不起 见烦恼也不起 这些烦恼都不生不灭了 那么就是入圣道了 入圣道就是到阿鲁汉以上的境界了 而取佛土 这当然就不是凡夫 不是凡夫此界了 不是同居土 就是更高过凡圣同居土的境界了 这个调伏 是从这个字表达的意义说 是灭出烦恼叫调伏 但是你修摇圣道灭出烦恼的时候 也同时成就了无漏的界定会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也有功德在里面 灭出了过时 同时也成就了功德 前面随随化众生也是生善 原来没有善法 现在有了善法 由无而有 叫做化 由而有 和下面那个调伏 这个字是不一样了 它是属于在阿罗汉之下的 就是三国声音以下 它也是生善灭恶 阿罗汉以上也是生善灭恶 但是可是有差别了 谁所调伏众生而去佛徒 这个说是用我们的思想上的习惯 就是谁这样的众生成就了一个世界 就是这么说 如果用这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徒 这句话来说 就是谁所化的众生 那就是菩萨佛徒 谁所调伏的众生 那就是菩萨佛徒 这话有一点不同 但是意义都应该是具足的 谁如众生应亦合国入佛智慧而去佛徒 所以这个地方 前面谁所调伏众生的时候 下一句随所应亦合国入佛智慧 说到佛的智慧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更高 境界是更高了 那么所以前面随时调伏众生 那个就是没成就佛智慧 没有成就佛智慧 没有成就佛智慧 你没发无上佛的心 所以你没有成佛智慧 说已经发无上佛的心 但是你只是断除三界的烦恼 那也还是没得佛智慧 所以这里面包括这样意思 随着众生应亦合国入佛智慧而去佛徒 就是菩萨成佛的时候 所取的净土 所取的佛徒 不完全是佛自己的意思 佛是随身所教化众生的程度 来做这件事的 就是取这样的佛徒 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众生 能够得佛智慧 那么就取这样的佛徒 这里还是有点意思的 这可见 修小圣道是因缘所生化 他是这样的佛徒 他在这里修小圣道 他才能得佛智慧 那这话的意思就是 不是这样的佛徒 他在这里不能得佛智慧 有这个味道 所以要到阿弥陀佛国去 才能得圣道 在说佛世界不行 所以就需要有 阿弥陀佛国的建立了 所以菩萨随主众生 应以合国入佛智慧 这个佛的智慧 是超过了阿弥陀佛的智慧 也是超过一般的菩萨的智慧 那是佛的智慧 就是我们前一回讲的 阿多罗三秒三不得 那就是佛的智慧 这个成就佛的智慧 在我们凡夫的众生修行圣道 你能够得无声发言 也都是因缘生法 这样的情形可以得无声发言 那样的情形就不行了 现在说是到高深的境界 说是他这时候可以得佛智慧 也要有相应的因缘 合适的因缘才可以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缘就是佛徒 这样的佛徒可以得佛智慧 这个事情 所以随着众生应以合国入佛智慧 而去佛徒 比如说是我们这个世界 用语言 持方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 就是用语言文字 来开始 来开发你的智慧 用语言文字开发智慧 那香吉佛果 你都不是 他不用语言文字 他用香 温香 在那个香的树下静弱的时候 就可以得三昧 他用香来得圣道 可以开佛智慧 那是和我们的世界不同 那么就是 舍生香味除法 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缘 得圣道 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 就取各式各样不同的世界 来栽培众生的圣道 所以随着众生应以佛合国入佛智慧而去佛徒 谁若众生应以佛合国 起菩萨根而去佛徒 前面这句是入佛智慧 说个佛 后面这一句说个菩萨 佛答应是果 佛的智慧就是果 起菩萨根 那就是佛果的因 你这样学习是成佛之因 你这样学习是阿罗汉的因 不能得佛圣道 不能得佛道 这是有差别的 这个起菩萨根 就是生起菩萨的根 菩萨根是菩萨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要发无上菩提心 发无上菩提心 你是愿 由于愿倒行 就可以行菩萨道 行菩提到 进一步可以得佛智慧 所以这一句话是因 就是这个根 我们说将才说 发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你发心 你发了这样的愿 为成佛的根本 根本也就是因的意思 或者说 你学习大乘佛法 阿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信尽念定会 这五种善根 那也可以说是菩萨根 你这样学习 你这样修行 你就可以得无上菩提 所以那么就可以得佛智慧 那么那就是菩萨根 那么这两句很明显的是属于大乘佛教的境界 这个小乘佛教是不讲这件事的 不讲这个净土的这件事 因为阿罗汉 得阿罗汉到以后 他可能去教化众生 弘扬佛法 也可能不弘扬佛法 教化众生 寿命大了 就是无与涅槃了 无与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犹如虚空这么个境界 他不讲究 还有成一个阿弥陀佛国 还有钥匙佛国 阿楚佛国 不讲这件事的 这小乘佛法 是这样子 大乘佛法 是有这回事 大乘佛法 按常理说 我们可以推论这件事 应该是有这件事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住 我不欢喜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有土匪 很多很多的苦恼的事情 那我就选一个好的地方 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们的心里是这样子 那么说是佛教徒也应该是这样 我在这里不能修行 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能修行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里边有一种情形 说这个世界 是凡夫的 有漏的业力 所造成的国土 当然这不是一个 大家的供业 造成的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 就是凡夫在这里 生活的地方 你要在这里用功修行 也可能合适 也可能不合适 那么佛佛是有广大的愿力 我另外造一个世界 不在这个凡夫的这个世界 另外造一个世界 我去接引所有的佛教徒 到这来住 到这来用功修行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从凡夫的境界作为比拟来推论 佛佛的自言是应该有这件事 当然这个小乘佛教没有这件事 他不说这件事 那么就是 随读众生 随顺一切众生的发菩提心的情况 应以何国 应以什么样的国土 能够建立菩萨大 那就取那样的佛格兔 那么这样说 这一共四句 最后这两句 那就很明显的是大乘佛教 前面的两句 也可能是通于大乘佛教 也可能是只有小乘佛教 在这个大品博尔经 这个龙书大致的论 解释大品博尔经的时候 也说到 有的佛世界只有生文 没有菩萨 有的世界只有壁之佛 只有圆角 有的世界只有菩萨 其实有这个差别 有的世界又有生文 有圆角又有菩萨 是各式各样的世界 所以只有生文的 这些学者在那里 那就没有大乘佛法了 这样看出来 当然有生文的学者 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佛 佛还是属于大乘的 所以这个众生之类 有不同的类别 所以佛 这个菩萨取的佛徒 也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那么这是第二课 叫做别诗 所以这和菩萨取禁国 皆为遥以诸众生故 下面是第三课 就是结束前面这一段 也是解释它的一个缘由 为什么这样子呢 所以这和 菩萨取禁国 这四句话都是说众生 谁所化众生 谁所调伏众生 谁所众生 应以合国入婆 智慧而去佛徒 随着众生 应以合国起 菩萨根而去佛徒 都是说到众生 而是这个世界 是菩萨成佛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世界安住的 那么所以称之为佛国 怎么说老实说众生 所以这和 菩萨取禁国 皆为遥以诸众生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 行菩萨道 他们一定是德无声发言以上 也可能是到第八地菩萨以上 这样的大菩萨境界 他们的内心犹如虚空 清净 理解相的 没有能源所源的 这些分别的 怎么出来一个佛国土呢 这是一个菩提 大悲心的关系 所以菩萨取禁国 菩萨在他本身 那也不需要 一定要有个世界的 但是他要 想要取得一个佛世界 做什么呢 结为遥以诸众生 就是因为菩萨有大悲心 要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 是为众生而取这个佛徒的 所以每一句话里边 每一类佛徒 都还是为众生而立的 虽然佛也在这住 但是佛不是为自己 是为众生建立的佛国土 所以都是说众生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是结束这段文 这是八国 底下第二课用疲语来显示 毕如有人欲空地 造立公实 谁以外 前面正面的佛法讲过了 在下面释迦牟尼佛又举出一个比喻 毕如有一个人 他想在这空地 这块地是个空地 上面没有建筑物 没有建筑物 在这里造立公实 那么随意外 随你的意思都是可以造的 你愿意造什么样的公实都可以 无障碍 要于虚空 终不能成 如果是这块没有地 你在虚空里造房子 这件事是不能造的 一定是有空而又有地 这样才可以 这是举例评语 要于虚空终不能成立 就是要有虚空也要有地 只是有虚空这件事是不能成立的 这是说评语下面的合法 谱菩萨如是 为成就众生故 愿取佛国 愿取佛国 这非于空也 这点合法 所以发无上菩提心 得无声发言的菩萨 他要取静国 要想要成就一个清静的佛世界 也是这样子 为成就众生故 愿取佛国 菩萨在自己的 那个波尔波罗密来说 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 额也是空 法也是空 这里边 一切是无分别的境界 那么为什么 要多出这么多事 要成就一个佛国土 是为成就众生故 为了成就众生的圣道 所以愿意成就一个佛世界 成就众生 这个地方就是有大悲心的 因为有大悲心 他原来这个菩萨 已经成就波尔波罗密了 现在为了大悲心的关系 也要教化众生 这个教化众生 这个大悲心 这是在有的方面说 就是那个地 菩萨有波尔波罗密 那就是那个空 因为有大悲心 要成就众生的圣道 所以在必尽空里面 出现一个佛世界 是这样意思 所以愿去佛国 这飞于空业 菩萨有大悲心 想要建立一个佛世界 不能只是观一切法空 这样子你不能成立这个佛世界 这里边的意思 菩萨先成就了波尔波罗密 使令菩萨自己的心清净 没有一切延误的烦恼 用这样的清净心 教化众生 修小种种的圣道 用清净心 为众生说法 度化众生 这些功德也都是清净的 这样的清净的功德 就能够创造清净的世界 这里边就是 要有波尔波罗密 还要有大悲心 有波尔波罗密 这个大悲心是清净的 不是爱见大悲 我们要是没有 我们出发菩提心的人 你现在就要发大悲心 教化众生 这是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成就波尔波罗密 你的大悲心不清净 所以这个本经后边的问题 就是爱见大悲 那个大悲心里面 有爱有见的 就是不清净了 要是你已经成就波尔波罗密的时候 你这个爱见没有了 所以大悲心是理解相的 是清净的 不是眼误的 用这样的清净心 在成立的 在成立的 与大悲心相应 与大悲心相应 没有那个慈悲心 阿罗汉得阿罗汉了 他没有心庄严净土 所以也就没有佛世界这件事 所以阿罗汉还没有成佛 所以这个大小证有这样的不同 为成就众生故 愿取佛国 愿取佛国者飞于空也 这是答这个佛国的国 答这个问题 解答完了 好 这个问题解答完了 好 这个问题解答完了 下面是第二课 答福 宝吉章子 问佛国的因 什么是成就佛国的因呢 这样子 宝吉当之 执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称佛是不产众生来生其国 这底下嘛 就搭这个佛国的因分两颗 第一颗是横立诸行修因 就是不是前后 就是平面上说 彼此不是决定有戏俗的关系 你做这样的功德 做那样的功德 这都是加以回向的话 那就是佛国图的因 第二段是肃穷心缘 修佛国的因 这个就是前后由前而生 有一定的次第 到最后以心为本源 以心为根本 这个 你要庄严净土 要庄严你的心 使你的心清净了 这国土也就清净了 就是这样子达佛国的因 这个 头一段横立诸行修因分三颗 第一颗是出三颗 要三心 要三心来论这个佛国的因 这个 宝积当之之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称佛是不产众生来生其国 身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称佛是具处功德众生来生其国 这是三心 一个知心 一个身心 一个菩萨心 那么这个知心是菩萨净土 也有浅身的不同 这个知心可以解释为诚心 其实心里面很诚恳 很诚实的 那么这也就是可以作为净土之因 好 那么这个成心呢 在这就是简单的说可以这样解释 好 但是要在佛教徒啊 修修佛法的这个程度来说 你也可以说是很深的 也应该说得圣道以后 那个时候的清净心叫做知心 好 这个 这样的知心呢 是怎么样 才算是知心呢 这个天才智子大师解释 要修三三昧 要修三三昧成功了啊 你才能明知为知心 这个三三昧呀 那么 后边呢 说是 菩提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大乘众生来成其国 那么那一定是大乘众生 前边这个执心这个地方呢 那就不一定是大乘 所以知心当时解释这句话 就按小乘佛教来解释 好 就是小乘佛教学者 修三三昧成功了 他那一念清净心 叫做知心 我们读这个 于确实的论 在山马西多地解释那个三三昧 第一个是空三昧 第二是无悦三昧 第三是无相三昧 第一个空三昧 怎么解释呢 就是观察摄受显现实里面 恶不可得 那么就叫做空三昧 这个本来这个事情 这一段文呢 虽然说是声文 这个地方不是声文地 但是和声文地的道理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修这个三昧 那就是属于大乘了 要是你只是发声文地菩提心 那就不是大乘 这个第一个是空三昧 就要观察摄受显现实里面 没有恶可得 那么这句叫做空三昧 这个空三昧 应该你是 不应该是欲界定 应该是在味道地定里面 味道地定就是三昧 这个欲界定的九心咒 最后就叫做等词 那么一就是三昧 欲界定最后的等词 是接近味道地定 那么你要能够 你静坐的时候 你的圣摩陀的程度 是欲界定最后的等词 那也很容易就到味道地定了 应该是这样说 那么我们但是这个解释秘经的分别预期品说 圣摩陀的可以名字为圣摩陀一定是未到地定以上 那才可以名字为圣摩陀 如果你没到这个程度 你也在修这个圣摩陀 要随顺圣摩陀 它也有这么一个奋迹 现在说三昧摩陀 说空三昧 就是你一定要在三昧里边 观察 舍受显陀思里边 额不可得 那时候才叫做空三昧 因为你没得到三昧 你思维空 那不叫空三昧 只是你有这一点正念而已 这个 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的圣道 修这空三昧还是必须的 必须要这样修 我昨天曾经说过 就是我们佛教徒 虽然是常常学习佛法 就算是你也修 修舍末陀屁不舍弄 但在没有成功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随时这个恶就要出来 随时这个恶就出来 别说是这个 我们是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是在讨论修行的事情 到了什么地方 大家一集会 一讨论事情的时候 一做事情的时候 这个恶就容易出来 这个事情 就算是 不管是本身的背景怎么样 只要你无恶观 如果没成功的时候 这个恶就随时会出来 我们佛教里面常说这个恶慢 这个恶慢 这是个烦恼 这个烦恶到第七地菩萨都还有 第七地菩萨那是大圣音了 第八地菩萨才没有慢 阿罗汉都还有一点 本来到三国圣音还有慢 到阿罗汉应该是没有慢了 但是要照大乘佛法来说 它还是有一点的 这个恶慢一出来的时候就是烦恼 就容易有烦恼 要是你常常修止观呢 你可能会随时会发脚 哎呀我现在有了慢 随时用正念把这个恶慢消除 要是你根本不休息屁不舍弄 你不知道心里有恶慢的烦恼 那就放肿自己的烦恼在活动 你要放肿这个恶慢的时候 阴与阴之间还能合吗 我看就有困难了 所以这个修这个空山昧啊 修这个无恶观呢 观察舌手显现实 舌 这个眼耳鼻色身意 眼耳鼻色身 都是物质组成的 都是刹诺刹诺的变异的 我们说这个 就比如说这个灯啊 灯 我们假设是从两点钟的时候把它开了 它就光明了 我现在是三点或者三点半 你第一刹诺第一秒钟开了那个光 它能延续到三点半吗 我看不能 它一定在很短的时间有变化 它不能延续到后边的 就是有变化 这个是我们的眼耳鼻色身意 通通都是这样变化的 所以里面有没有长行住不变异的东西可得 也就是没有恶可得 你常常这样思维 蛇 无恶无恶说 蛇 尘埃行尸 无恶无恶说 你思维呀 常常这样思维呀 如果是在圣摩陀里面常常这样思维呀 你就会比较敏感一点 就是利可会知道我现在有恶慢 利可就会觉悟 觉悟了提起正念就会心就清净了 如果你不修完全不能做到这里 不能做到这里的 那么这就叫做空三昧 就是在三昧里面 在圣摩陀里面修无恶观 蛇受显示 既蛇受显示 没有恶可得 离开了蛇受显示之外 也没有恶可得 常常这样思维 常常这样思维呀 无恶观成功了啊 就是阿罗汉了 这不是平时 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 是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一个圣道的一个法门 所以修这个 这是空三昧 修这个空 但是这个空啊 在三昧西多地上说呢 有四种意思 有四种差别 第一个空叫做观察空 观察空 就是我们在没有成功的时候 我们在圣摩陀里面这样观察 观察什么呢 观察的时候显示是无常的 是无恶 无恶所的 里面都是苦恼的境界 没有洛可得 无常 无洛 无恶 和俄所 这样观察 那么这叫做观察空 也是都在三昧里面观察 第二个是比果空 比果空是什么呢 就是得了阿罗汉道以后 内心里面没有贪嗔词了 贪无欲端 嗔词无欲端 那么这叫做比果空 第三个叫做内空 内空 内空是什么呢 实在就是那个观察空 把它分成为两个空 一个内空一个外空 这个内空是什么呢 就观察什么显示 眼耳鼻子身衣里面没有恶可得 没有恶 没有恶所 也没有恶慢 这叫做内空 第四个叫做外空 外空是观察外边的呀 眼耳鼻子身衣外边的这些境界 主要是指欲说的 对于这一切的欲 没有爱 这就是外空 那么由这个观察内空 观察外空 观察空 而得到比果空 就是得到阿罗汉了 那么这叫做空三昧 第二个叫做无怨三昧 无怨三昧 也就是在观察空里也提到 观察这个眼耳鼻子身衣 观察这个舍受显示 是无常的 是苦的 是不敬的 这里很多的苦恼啊 我们这个身体啊 给我们很多苦恼 你要好好地服侍他呀 可能好一点呢 你差一点他就不高兴 这个身体就不对了 就是这个身体感觉 我感觉很健康 但是你使用它就是不可以过了 一过他就不高兴 这个身体就有问题 冷一点也不可以 热一点也不可以 所以是时常地给你苦恼 所以生艳丽 对不希望再有这样的舍受显示 不希望有这样的眼耳鼻子身衣 在三昧地里面做如是观 那么叫做无怨三昧 第三个是无相三昧地 无相三昧 无相三昧怎么修呢 就是舍受显示都不可得了 眼耳鼻子身衣都是不可得了 在这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不同 我们学习《般若经》的时候 照见无怨皆空 度于皆苦恶 其中是自性空 小乘佛法里没有正面提出的自性空 那么就观察是无常 有无常而入于空 就是前一念灭了 后一念不生 所说显示都在灭 要是我们 灭得到舍摩陀的时候 灭得到三昧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修可能是有一点困难 但是要是舍摩陀成功了的人 舍摩陀成功了的人 就是心力特别强 他就能够这样观察 舍受显示 雅耳鼻子身衣 都是念念生灭的 要是前一念灭了 后一念不生 舍不可得 上而行舍不可得 那么就是 叫做无相三昧地 那么这是 这样修三昧魅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叫做知心 知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子 不禅众生来成其国 叫做知 要是大乘佛法里边 修这空三昧 但有点不同 大乘三昧 是观察 一切明言案例的一切法 都是毕竟空的 那叫空三昧 五月三昧魅 也是修 这个山 言而鼻子身衣 三界的一切有落法 都是污秽的 都是苦 生艳丽心 也是在禅定里面这样观 等到无相三昧地 观察一切法 都是毕竟空的了 大乘法和行舍法 可是不同了 那么在三昧地里面做如是观 那么就是三昧魅 这个时候所成就的那个清净的心 叫做知心 叫做知心 那么这样的知心 当然我们也可以宽一点说 我们没得圣道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说如是观 有相似的知心 和和圣淫的知心相似 那也很了不起了 那么就叫知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不禅忠书来的旧 要是你很精进的努力 那么你一念相应得了圣道 那就真实的知心了 真实的清净心了 那么我们头几天曾经说到 这个《银王伯尔经》的那一段文 众生时初一念时异慕时 生得善生得恶 善为无量善是本恶为无量恶是本 那个众生时的初一念时 要是我们修三三昧成功了的时候 就是那一初一念时 与空无相无愿相应了 那么这就是三三昧 好就是那样子 那就叫做知心 要是我们没有修三三昧 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不是贪就是臣 它就是欲吃 那么那个初一念时和贪嗔痴相应 那当然那就 那就不是三三昧了 那就是众生时 众生的眼无心的境界了 菩萨成佛是不禅众生来生其果 前面说是都是菩萨随所化众生 随所调补众生随所众生 迎一合国入福智慧而去佛陀 都是表示菩萨弘扬佛法教化众生 为众生成就清净的佛陀 你教化了众生 众生有了圣道 圣道的庄严 那么那一个众生所在的地方 就是叫做净土 这样说呢 执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不禅众生来生其果 所以那就是叫做净土 这个菩萨成佛是不禅众生来生其果的因缘 因为你在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教化众生的时候和众生结下了圆 结下了圆 那么你成佛的时候 以前这个圆就发生作用 那个众生都来到你的世界了 他你自己也修小自心 你教化众生也修小自心 那么到那个时候他也修小自心成功了 所以那个众生是不禅曲的众生 他心里面没有虚伪 是真思不虚的 这个与圣道相应 与地异地相应的人 那他的心是直的 就是无分别的境界 所以这类众生也就到你的世界来了 所以菩萨成佛是不禅众生来生其果 所以这个不禅众生居住的地方 那就叫做净土 也就是佛国 身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居住功德众生来生其果 第二句 身心是菩萨净土 智尔大师的解释 你这个解释十二因缘 前面是僧文音 僧文音观四地 就是观修三三脉就是四地 那么这样成就了知心 那么圆角根性的人 观察十二人缘 那就叫做身心 身心什么意思呢 就是圆角的众生的智慧 高过阿罗汉 他能进一步地破坏习气 破除烦恼之外 又把烦恼的习气又破除了 破除了多少 所以他的清净心 要比阿罗汉的心深 身心是菩萨净土 这个阿罗汉这个 壁之佛这个 不管是在法国经上 是在阿罕经里面 阿毕达玛论里面 都说到壁之佛的福德非常的大 就是大福德境界 那么他能够学习佛法 也是栽培了很多的功德 他见佛很多 他供养佛很多 他又能够身心的修小四年处 修小四 做十二页元的逆顺的观察 所以他的福德很大 所以他的福德很大 菩萨成佛的时候 具足功德的众生来生其果 就是这个 这一位这个众生 他因地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功德 他果的时候 他的果报 功德的果报现前了 这样的众生 也来到这位菩萨的世界 菩提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大乘众生来生其果 菩提心是菩萨净土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叫做菩提心 因为身闻也叫菩提心 圆角也叫菩提心 菩萨也叫菩提心 但是菩萨的菩提心 要比身闻圆角的菩提心更广大 所以叫做无上菩提心 是菩萨净土 我昨天曾经说过 外凡的众生 就是佛教徒在外凡的程度 你也能发菩提心 进一步到内凡的时候 菩提心也是进不了 如果到见到的时候 菩提心那是圣人的菩提心了 法性菩提心 这个这里边包裹着应该是由内凡 进步到见到或者是到底 八地都应该包裹在内 这也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佛的时候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众生 也来到他这个世界来 所以这个世界上 也有声闻的阿罗汉 也有毕之佛的圆角 也有大菩萨 所以有这么些有道德的人在这里住 这里都是净土 那么这一段是三心 要三心来说菩萨的净土 这个三心要心说你 就是如果你只是发这样的心 那么叫做心 如果你不但是有心 同时你也有行动 那还是可以说是心 因为你有行动的时候一定有心 如果没有心也不会有行动的呀 这是要三心 那是菩萨净土 下边第二课 就是要自行六波罗蜜 那也是净土之音 菩萨不思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果 这是行六波罗蜜 前面第一个波罗蜜 这个不思是菩萨净土 那么下面的解释 就是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果 当然是一般的说 这个财的不思 也可以把内心里面的烦恼 能不舍也叫做不思 这个得了圣道的人 当然是内心的烦恼也能舍 那也叫做不思 菩萨称佛的时候 能一切能舍的众生 来生到佛的释戒 释戒是菩萨净土 菩萨称佛是行十三道 满愿众生来生其果 这个释戒 释戒就是在家佛教徒也有戒 出家的佛教徒也有戒 也通于在家出家的戒 就是菩萨戒 这能够安住净戒 这也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称佛的时候 行十三道满愿众生来生其果 这个戒各有各的戒 但是十三道不限于某一类佛教徒 它是普遍一切的佛教徒 都会学习十三道 所以就是没有个别的举出来的戒 这是通戒 通于一切佛教徒 行十三道满愿众生来生其果 这个满愿这个话 或者说我持戒 我就能容易 你有清净的愿 也容易满足 那么也要叫做满愿 或者是自己 我愿意修消失善道 初开始发心的时候 可能还不像那么理想 我不愿意说谎话 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那就是没有满愿 到最后逐渐逐渐的学习 逐渐逐渐的进步 最后就十三道 修的很圆满 所以名字为满愿 在佛法里面说 我们所有的善法 都是逐渐逐渐的圆满的 一开始就是很圆满 那是很难的 那是很不容易 所以菩萨成佛时 行十三道满愿众生来生其果 淫辱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山山庄严众生来生其果 这个淫辱 淫受羞辱 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受了菩萨戒 要度化一些众生 发慈悲心 而众生不是那么容易度 所以一定有很多的纠纷 但是你能安隐不动 这是不容易 因为就是要常修止观 这个事就容易了 这个瘾有三种瘾 奈怨害瘾 安寿苦瘾 地查法瘾 有这三种瘾 奈怨害瘾 就是瘾不讲道理 就是非理相加来阻挠你 而你能够安隐不动 那么叫做奈怨害瘾 第二个叫安寿苦瘾 安寿苦瘾 天气太冷 你也能忍耐 天气太热也能忍耐 或者有蚊子这一类的事情 咬你你也能够忍 所以我能够把法化经背下来 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辛苦 我也能忍 我背花眼睛也可以忍 我磕十万大头 也不是容易 我忍 我一定把这些做好 修圣摩托毗瘾 也很辛苦 我也忍 我说打不住七夜 修不住三倍很辛苦 但是我也能做 那么就是安寿苦瘾 这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要能做到 那你就叫淫如是菩萨净土 第三个是地查法瘾 地查法瘾倒是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智慧 很认真的 很深刻的去观察这件事 你用佛法的智慧来观察这件事 你就容易难缘害人 你就容易按受苦瘾 如果你不能够观察 诸法的因缘的变化 你不能深入地观察 叫你瘾就是难了 你就不容易 现在这里说 淫如是菩萨净土 应该包裹这三种淫都在内里 淫如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的时候 三十二项庄严众生来生七国 这个事情是哪样 这个修六菩萨 如果你有般若的智慧 你修六般若密 就能得三十二项的庄严 但是你真是有般若般若密的话 你修隐般若密也能得三十二项的庄严 这个在这个金刚般若论 在吴钊菩萨的金刚般若论 那上面说你 这个修隐般若密的结果 将来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能有大眷属 能有那个不得了的人 给你做朋友 那是淫菩萨密的成就 我在想 你发了无上菩萨心 你常常的有淫菩萨密 同这一切的佛教徒在一起 那么大家都在进步 大家在佛法里面都不断的进步 将来都是不是平常的人 都是彼此都是好朋友 所以就会有大眷属 要是你不修隐般若密 有一点就不高兴了 或者你出言不逊 你就会说话如刀如剑那样子 你能有朋友吗 我看是没有朋友的 所以这个淫菩萨密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三十二项庄严众生 来生起国 你要常常发脾气 面貌就逐渐的会丑陋 如果你能够淫 面貌逐渐的就会壮严 精进是菩萨净土 就是不懈怠 你能够修小圣道的时候 你不懈怠 菩萨成佛的时候 勤修一些功德的众生 也会到你的世界来 禅定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收心不烂的众生 来生起国 就是你自己也需要禅定 也劝别人也需要禅定 只要你常常努力地做禅 终究有一天会成功的 所以这些成功的人 需要禅定成功的人 收心不烂的众生 也会到你成佛的世界来了 智慧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正定众生 来生起国 智慧你 观蛇丑弦是恶不可得 这是智慧 观蛇丑弦是必经空 也是智慧 智慧当然是有内凡的智慧 有一入圣道的智慧 智慧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是正定众生来生起国 这个正定什么意思 正定 就是在三昧里边 你成就了无漏的波尔波罗密 那叫做正定 这个八正道里边最后是正定 八正道一开始是正见 最后是正定 正定里边有正见 正见是智慧 是无漏的智慧 这无漏的智慧 不可能是散乱心能够成就的 所以一定要有多少定 这个欲界定 有的时候不算数 因为它的力量太轻微 要最少是未到地定 在未到地定里面有无漏的波罗的智慧 那就是圣人 所以你能够常常的学习智慧 也劝导一些众生学习智慧 你成佛的时候 如果以入圣道的人 也就会来到你的世界 这样子 所有你的世界都是有道德的人 所以名字为净土